宁代孔庙从此发生了什么变化,与宁代政治有何关联? 朱棣启冰,作者赵培文继《我鲁学社青年会会员文庙》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鲁埃公将孔子生前所居住的三间屋设为庙,并在其中摆放孔子生前所用器物,以此来纪念孔子由此第一间文庙, 诞生至汉朝时期,由于儒家学说上升至官方思想,季孔行为开始扩展到天子而全国各地一开始兴建文庙,文庙与季孔,开始伴随着中国封建王朝一路发展,但有意思的是文庙在明成祖之前其祭祀对象,并不只针对孔子还有周公及周公但周公网络图,周公但其为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宗法制,分封制, 敌长子继承志无一,不是在周公的主持下所完善并先后辅佐武王,成王,由于周公在辅政期间的勤政爱民,因此后世之人对其推崇被制,最终周公也被攻入文庙,且在唐朝以前拜周公,魏先生作文庙以南孔子,魏先师作文庙以东但为何在明成祖继位后文庙开始不似周公这就涉及到静难之意, 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其孙朱立文既帝未年号建文职位后的建文帝,鉴于藩王势力过大,着手消翻最中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静难之意爆发1402年,朱立兵不卸任拿下京师南京,但朱棣在静难之意中打的旗号是清军策之所以起兵,是为了清除建文帝身边的兼党, 因此在登基时,要求方孝儒你即位诏书时,一向坚守儒家理智的方孝儒不从,并对朱棣的大逆不道行为大哭朱棣安慰道,我只过是想效仿周公辅佐成王了罢了,方孝儒质问朱棣,成王安在朱棣说,建文帝已经被烧死了方孝儒曰,何不利成王之子乎,朱棣已成王子上年幼, 所以不可谓君方孝儒又说,何不利成王之弟,已建文帝的的弟弟,为帝朱棣经此一问哑口无言,大怒此阵家事,并威胁至其罪方孝儒怒斥道死即死耳,照不可草朱棣道,即死毒不过酒足乎,方孝儒说,就算以我十足也不会为你写诏书,最终方孝儒被一面十足尽杀,873,人,静难之意,朱棣的为您不正言不须, 因此始终对其郭丸之事惠莫如深,尤其是方孝儒据写诏书遭其疑十足,而周公辅成王,更是对其夺位的讽刺各地的世子在文庙祭祀时,面对周公像是否会想到朱棣的造反之举因此朱棣在继位后不久便将周公从文庙中移除,将其供奉到文华殿东市,朱棣参考资料一,明史方孝儒传二,明西宗史禄三,李古月, 方孝儒遜难事,记得叙事演化,与朱十足说考界,史学月刊,201405,37-47加62,欢迎朋友们订阅静待中国编,及继我弩学社青年会会员胡一舟。